1924年 获得博士学位后的叶启孙回国 任国立东南大学物理系副教授 1925年 清华学校创立大学部 他被聘为物理学副教授 次年升教授 并创建清华物理系出任系主任 1929年 清华大学理学院成立 叶启孙出任院长 并被推选为 决定学校重大政策的 七位评议员之一 此后 叶启孙一直是清华大学的 领导核心人物之一 几度以校务委员会主席 和代校长名义主持校务 在叶启孙的领导下 清华物理系聘请了不少优秀人才 该系也成了培养 中国科技精英的基地